特斯拉的充电桩数量全球已经突破了5万个 为全球加速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变 做出了带头而且突出的贡献 马斯克高呼未来将是属于电动汽车的事件 从2012年的6个充电桩到现在的5万个充电桩 历时了11年 而且你可以看到从2018年往后 特斯拉充电桩的增长曲线不是突然增长的 而是每年持续稳定的增长 充电桩的版本也是更新了四代 目前最先进的就是特斯拉V4超充装 而且随着特斯拉北美充电标准的开源 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都采用了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包括大众福特通用沃尔沃 吉星奔驰本田等数十家汽车品牌 还有很多全球充电桩运营商的加入 让特斯拉开源的充电标准 极有可能统一欧洲和美国 从而成为全球统一的充电标准 同时特斯拉在全球也开始逐渐开放自己的充电桩 让很多自己没有充电桩的汽车品牌也可以充电 随着充电桩的越来越多 油车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左右开始淘汰 电动汽车将成为世界的主流 让这个世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能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